字幕 李宗盛 Raa Raa Rasputin Lovers of the Russian Queen There was a cat that really was gone 今天這節 第二節 回來第二節的國立台 這節講什麼呢 其實我們這一節是呼應大亨星期一 講這個王家特攻的前傳 但是主要我們就不是講王家特攻 因為王家特攻的前傳其實我就不予置評 因為對於我來說 首先我沒有看 我亦都不提起興趣去看 因為那一套基本上是一套九味俗雕的作品 基本上王家特攻最初期 即是Kingsman 第一集就有漫畫去跟 Mark Miller的 即是Jupiter's Legacy那個 即是主秘德傳奇的作員作者 即是一個我不介意賣我的版權給你們拍攝 但拍攝成怎樣的話 我其實有什麼所謂的那一套 是的 是的 但是那時候他除了創作了勁秋俠 也創作了王家特攻 而王家特攻 那時候王家特攻 其實漫畫來說是蠻好看的 而第一集的電影為什麼好看 是因為他跟到漫畫一半 起碼都 少少 不是完全不來看你 但到第二集就亂講不來 他已經是沒有 他根本上是自己搞的 劇本是 就不是跟回Mark Miller的作品 他拿了個名字 即是掛個名字 基本上就是這些所謂的電影人 買了那個叫漫畫版權之後 就開始覺得自己可以加到自己的東西 就等同當日傳聞 傳聞那時候香港不是拍過一套 投文字一點的 拍過一集那麼多 投文字一點 那時候傳聞 傳聞 傳聞說 逐集打算說什麼 冰山 冰山公路大賽 即是 即是那時候我們那些看過漫畫 你不想到 冰山公路大賽頭 你不想到瘋了 即是很多時候 你買了一個版權 你就開始自己加自己的東西創作 包括那時候香港的百分百感覺 亦都是拿了個名字之後亂來 第二第三集那類 人家原創者不出聲 我們有一段時間不出聲 當然 但是呢 今天我們講些什麼呢 但是因為大康星期一 除了講了黃交特工之外 也有講到其中當中一個人物 就是Raspity 即是電影裡面的大國 嗯 嗯 Raspity本身是一個歷史人物 是 他也是一個聲稱的 出引圖 是不是 出引圖 他聲稱呢 就是 那時候是這個沙皇 沙皇的親信 是 因為那時候他 是幫沙皇的兒子 醫治他的血有病 是 同時間你博物館 就一定 大康都講過 你博物館一定搜尋了他 因為他的瘋子 就被人割了出來 就浸了一個藥水缸 是 傳聞就是說 由於他的瘋子的紅衛 因為那瘋子 我怎麼看都不像瘋子 那瘋子 那瘋子 基本上 就是 聲聲就說 根松那些 根松那些 大概一斤多些 那些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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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像什麼 六頂記 葦小寶 那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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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搜尋 那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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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那時候是冷戰時期 比較早期那時候 80年代 尾之前 我們歷史經歷過一個 美國蘇聯的一個冷戰時期 所以其實妖魔法 其實現在這個也不是什麼好人 說真的有一句 但是 他對於把事情再畫醜一點的話 不出奇 那因為那時候 在本身他們俄國那時候 就是沙俄時期 因為那時候也是革命之前的時期 那時候 畢竟是末代沙皇 那時候也都民間有很多的漫畫 那些政治漫畫 諷刺漫畫 就畫到Raspitin本身已經妖魔化了 而 那一個例子 Hellboy Hellboy 其中Hellboy Hellboy一個角色 I mean 我講的是 簡直是報紙的政治漫畫 那些pulaganda已經是妖魔化了 甚至乎在動畫的作品 譬如迪士尼也有 迪士尼有個作品叫真假公主 那個就簡直是講 俄國的公主軍 末代公主 奸角也是Raspitin 那給人感覺 本身Raspitin這個角色 那個印象 其實就等同 赴滿洲一樣 真的嗎 好似的 好似的 你現在聯想一下 赴滿洲 又或者是妖魔大鬧小神洲 裡面那個老闆 總之 那種長頭髮 手指甲很長 好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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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很妖邪淫邪 那種樣 這種這麼妖魔化的形象 就是 我們以往來講 知道Raspitin的形象 但是在Image的漫畫 強調多一次 漫畫來講 漫畫來講 就不是借得Marvel 不是借得DC 還有Image 這些漫畫 而Image裡面 Image漫畫 其實在2014至2015年間 創作過一本叫做Raspitin的漫畫 嗯 總共十期的 那Image的出版來講 其實我們之前也訪問過Howard 是 其實就不會有這麼多的政治考量 又或者不會有這麼多的山頭主義 是 你知道Marvel DC那些要埋堆 你不埋堆 他們不是不拘捕你本書 或者不把你本書推行 因為Image 他主張的就是Creator Own 你寫的東西 你的角色也好 什麼都好 你甚至喜歡帶去DC也好 Marvel也好 Boom也好 IDW也好 我不管 你自己搞定 我尊重你 Image其實基本上 挺自顧人士的樣子 基本上 你和你的作者 你和你的畫手 你寫好了 你交稿給Image Image就會幫你印 印完之後 然後就幫你分帳 拆帳 你賣到書你聰明 其他人 你賣到書你聰明 對 而這本2014年的Raspbian 作者 不算很久 又不是很久 但是你想想 記起那個日子 2014年 2014年 2015年 其實是漫畫 進入Voke 的時期 叫做最後階段 過了2016之後 整個行業 就全Voke 當時的作者 就是Alicander Grecian 其實他本身 沒有怎樣出過漫畫 Grecian 沒有怎樣出漫畫 只能出過兩本 一套就叫Proof 就是FBI vs Monster 也是一個 邪典的作品 另外一本就是Raspbian 但是畫手 畫手就厲害了 畫手Riley Riley他本身 我想Alvin 對他不會太陌生 因為Riley本身 畫過很多本蝙蝠俠 很多本 包括Batman Halloween Batman Shadow Batman The Avengers Continue Season 2 或者Constantine Hellblazer Constantine 也畫過 我們之前推介 介紹過 Cowboy Ninja Vikings 所以其實本身 畫風 其實大家不需要擔心 這本書的畫風 是非常OK 大家有開視像 我也知道 現在的封面 其實都是用很簡單的 顏色 很簡單的線條 去交代很多東西出來 例如 封面其中 右手邊的封面 右手邊的封面 其實你看到Raspbian 口中有些血流出來 而那些血下面露出來的 那隻鳥的形象 就是沙鵝的圍 即是說Raspbian 是一個令到沙鵝 叫做 沙鵝倒台 倒台的形象 當然 我們下一張看看 我們下一張看看 而他一開始 其實也有 一開始就已經說 Raspbian 最後被人去行刺 刺殺 即是那個也不是叫刺殺 那個是明殺他 明嵌他 那為什麼我之前就說他 打也打不死 那就是因為 你看到現在畫面 有杯酒 喝毒酒 首先刺了毒酒 那些酒裡面加了生癌 怎麼喝他不死 喝他不死 然後開槍 又打他不死 打他不死 最後要綁到大集派 丟到冰河才死 而這些畫面 其實在我和Alvin 剛才搶那首歌裡面 Boney M那首歌是講完了 基本上 整個畫面有了 但是在故事裡面 他這次 Alizander 他用了一個挺有趣的方法 來講Raspbian 這個角色 他本身這個作品 你可以視他為歷史哈哈 你可以視他為半傳記 半譯 靈患的作品 因為如果你說是一個 完全要忠於歷史 他不是完全忠於 不要瘋 不是完全忠於 因為他用了另外一個 他用了另外一個角度去看Raspbian 他用了Raspbian Raspbian是中的角度去看他 還有如果 甚至是Superhero的角度去看 如果我所謂的歷史哈哈鏡 你可以比美六頂記 六頂記就是歷史哈哈鏡 裡面有很多歷史人物出現 當中裡面的主角 是一個Antihero 現在這個Raspbian也是Antihero 一開始經歷這場刺殺 他已經知道 原來他知道 根本他就說他已經有看穿未來的能力 他就說知道這杯酒是毒酒 他知道這班人 我面前這班人 有些是我的朋友 會想他的 但是這個時候不是我死的時候 他知道這杯毒酒是毒他不死 還有一個故事 這是一個序幕 故事會說回他們 下一張題題 說回他在西伯利亞怎樣出身 因為其實很多的作品 反而沒有去詳述 究竟他的少年的Raspbian 是做些什麼 西伯利亞的時候 或者他家裡的家庭 做冬天的冠軍 做冬天的冠軍 西伯利亞人 冬天的冠軍 他講回西伯利亞 交代他父親 他父親都很像范梅生 就是 賓少少 要我 Alvin 賓少少 我們才知道范梅生是誰 如果大家不知道 搜尋一下 范少王 范少王 范少王也不知道 范少王老爸 總之很大份 整臉鬍鬍鬍 頭髮又長 其實小時候很慘 他父親家暴 經常打他 就是一個很粗爺的 潮夫 農夫 他會長期打 打到他母親都快要死 貧死 我們下一張題 還有一開場的時候 眼睛腫了 Raspbian 已經是家暴受迫害的年輕 一開始已經咬了 但在他母親死了之後 然後他就告訴別人 原來 Raspbian 是有個能力 可以治癒的 治癒的 不是治癒的 而是起死回生 那一刻是起死回生 很鋼烈的 起死回生 母親就沒事了 母親就醒了 甚至乎 再下一張說一說 因為西伯利亞 他一定會有紅人 普通打架 他父親遇到紅人的襲擊 他父親就和紅人去廝殺 那父親和紅人 好像傳統一樣 我發覺 不知道為什麼 俄羅斯人 戰鬥民族 總是要撩戶 撩戶 撩戶 賓士有沒有 賓士說 賓士也笑 因為他父親和紅人 都一起坐雙重 躺下 誰知道他選擇救紅人 不救他父親 相當之明智 對 救得好 救得好 我們剛才說的那幾個畫面 其實Man真已經留意到 Man真說畫風很漂亮 很上賣 事實上Riley的畫風是真的很漂亮的 而且他看到他交代的東西 你留意到 阿斗你也留意到 其實沒有什麼對白 沒有什麼對白 不用戰鬥畫面 只是戰鬥 而且你留意一下他爸爸死的畫面 在口裡有個口 即是說話的一顆Bubble 就有個呼籠骨在那裡 暈氣呼籠骨 下一張會比較清晰 他這個作品任何人一死 他都是用這個畫面來告訴他死的 很簡單 很簡單 但是很交代清楚 你不用說那麼多話 你不用吐血 總之他的口裡好像說一個對白 而對白就是一個呼籠骨 這樣就死了 這個我非常欣賞 而且他的故事有交代到 所以Rusperstein為什麼可以 可以叫做起死回生這件事 他不是好像一般說的Mutants 那麼屈肌 即是他不是說 即是他不是X-Man來的 即是他不是X-Man來的 其實他的所謂能力 其實他說所謂的起死回生 其實是有東西交換的 等價交換的 當他令到一個人 或者一件動物的起死回生 其實他是把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過給那個死了的物體 而死了的物體 又有一部分會過給他的身體 所以變成他救了他媽媽的起死回生 那麼他媽媽的勇氣就過給他 那麼他救了現在你看到畫面 其中一個他的朋友 就是一個法國駐守西伯利亞的將軍 後來做了他的朋友 也是這個將軍帶他引箭 給他見沙皇 救了他之後 他就有了這個將軍的武術那個能力 其實他每次跟別人去交換 他都會拿一些東西在身上 但是很殊不殊他 所以他不是很想觸碰動物 因為他跟動物交換了 他的動物的野性會進去那裡 所以其實就是鴻癮的野性 就是戰鬥文章 鴻癮的野性是進去那裡 但是去引箭去沙皇 因為沙皇的老婆 他說想醫 就是說有辦法醫治沙皇的兒子 但是問題是沙皇的老婆很糊塗地 就說我要先檢查一下你 就把他自己的狗 很老了 那隻貴婦狗 很老了 他就強行弄死了貴婦狗 就要Raspertyne去醫治他 Raspertyne本身說我不肯醫 就是說既然你這麼侮辱 要我先醫這隻狗 才確認我 那我就走了 我不留在沙皇宮那裡 但是誰知道他真的弄死了那隻狗 那麼沙皇的女兒 Anna公主就見到他很傷心 那個小孩很有趣 好像布娃娃那樣 Riley畫到小孩的樣子 是特別有趣的 然後布娃娃 見到那隻狗很傷心 他又不忍心 見到公主那麼傷心 他就去醫治那隻狗 把那隻狗起死回生 把那隻狗起死回生 之後就大領落了 但是他開始他的行為有點像狗 就是到他想去看沙皇的兒子 有什麼事 有些人就煩了他 他就立刻就吹人家 Rrrr 這樣吹人家 還有他醫治好沙皇的兒子 你有沒有走過那些牆 然後突然隔著他 幸好那隻小狗 他醫治了十幾隻狗 一定會有這種行為 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他聞了 他聞完之後才是他 但是他沒有 但是在吃飯的過程 吃飯的過程 他就 食相就好像一隻狗 即是狼吞虎宴到 接著他 接著那個公主也跟媽媽說 為什麼他吃那麼像隻狗 媽媽就說 就不要說 詳細的故事我不會長說 總之是一個人物的傳記 再加上他交代他這個人的過去 但是我要想強調這個作品 就是我們下一張給大家看 其實值得留意的就是 真是他的畫風 他的畫風 他不是簡約的 他是很華麗的 其實 現在視像你見到中間 正中間的長範圍來說 你見到其實 這個應該是大屍殺 大嘔鬥的東西 在西伯利亞酒吧裡面 大嘔鬥 西伯利亞酒吧裡面 大大開拖 就是他當日 青年Raspatine 第一次認識到法國將軍 Anthony 兩個人一起在酒吧裡大開拖 你看到畫面其實 就不需要有任何的聲效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也沒有任何的對白 或者動畫畫 龐術 龐術都沒有 但是你又看得出 你聽到聲音 是 就是你看到他那些 其實他有些拳風 或者一些東西扔來扔去 那些 其實會有聲 其實這些就是 你看到畫面 你就會看到聲 你看到畫面 小默說這個穿襪 我想是這隻熊 那裡有關係 我幾乎 我幾乎 拍不出來 我想我是這隻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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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他的 當中那種的畫風 是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 繁擾的 文字 不要那麼多 我們叫做所謂的噪音 但是 但是 來講 他雖然 他抹走這些文字 但是 他真正正 看得出 那個畫師的技巧 或者那個功力 因為如果你說 我們之前 有在說Marvel的作品 那些 那些 很交代了 很擁場的文字 那些 你抹走自己的畫面 很噁心 硬斑斑 上本 上本 這個 Peacemaker 就是 就是 畫面是硬斑斑的 但是這個是完全可以交代 還有下一張 可以不用對白 他就 絕對不用對白 是 很難得 很難得 就是 除了 動作場面 其實他的文氣 或者交代的情節 現在這個畫面 就是在交代他 在東正教 那個教堂 那個修道院裡面 然後晚上他聽到一些聲音 他走出來 披著這件衣服 其實之前經歷過什麼 之前經歷過 群交 他跟法國的將軍 找了一班女人 然後就會被關披著 他就看了 他就這樣披著 披著條巾 像披著 披著 這樣走出去 看到很多幽靈 和經歷 好像很多精靈 其實故事交代 他之前不教他父親 他死了 那老父親的鬼魂是跟著他 噢 即是不出聲 但他就跟著他 即是說他其實是見到鬼魂 他見到很多鬼魂 他聽不到他們說話 但總之見到那些鬼魂 那些鬼魂不要跟著他 現在就是說他在晚上見到很多精靈 那些山的精靈 也有個鬼魂的獸仔 也很有趣 這個Riley畫了一些小朋友的樣子 也很有趣 他很喜歡用Mascot向的東西 帶他去 於冰雪森林 見到雪女和鹽寒老人 下張看來看 雪女也漂亮 其實雪女和鹽寒老人 這些全部都是俄羅斯裏面的福羅斯 鹽寒老人 德摩羅斯 其實如果你搜尋大家搜尋德摩羅斯 其實你不難搜尋到他就是聖誕老人的想像 其實某程度聖誕老人的外形或者造型 其實就是德摩羅斯的造型 所以說 早派那群SJW就說聖誕老人是黑人 望震地了 北歐傳統 北歐傳統 甚至乎是西伯利亞傳統 戰鬥民族傳統 你不就試試探討他 沒什麼的 你不就試試探討客人去西伯利亞住 你先跟紅隻抽先 對 跟紅隻抽先 凍他不死才算 這個作品本身也引戰了很多俄羅斯 西伯利亞的民間傳說 其實基本上一個作品來講 如果大家看美猛 或者看一些Superhero的作品 因為很多人就有一個錯覺 所謂美猛 又是一些底褲穿在面 即是那些很侮辱的一樣 即是說底褲穿在面 基本上是沒有深入研究 看一些很表面的東西 很簡單一句 回到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家長對著龍虎們 九十年對著古華仔 吵打打殺殺 是啊 類似 他會說吵打打殺殺 那個好笑的 是啊 所以其實 當然我們會說美猛 我們就不只是美猛KOL 每個禮拜一邊夠出去 說Peacemaker 閃爹俠又怎樣 他沒有說Peacemaker 只會說閃爹俠又怎樣 這個超人又怎樣 它們是第二次 Spider-Man又怎樣 我們不只是說這些 Peacemaker 是他那一篇 不是啦 而我們所說的美猛 其實有很多範疇 例如現在這一本 或者是 其實李維斯的那本Beserkat 其實這些是令大家大開眼界 或者是真是好看的 看得爽 爽 你說的是2014年作品 2014至2015年 2014至2015年的作品 很不幸你香港那時候又是打了Francrum 而且很不幸現在美國就不是很容納這類的作品 但作品有趣的地方 頭五期就在講古代的Raspbian 即是被刺殺之前的日子 去到第六期 壯鬼去了現代 專業了 沒有死嗎 吵架你 因為那個故事 爽之餘 其實它真的有懸疑作為 因為你會開始在想 咦 他沒有死 回到現代為什麼他沒有死呢 為什麼他沒有死 而且先別去 他的啪子是不是在那裡 先別說他的啪子是不是在那裡 很像Tony Stark 真的很像Tony Stark 而且他也是去了美國的 那個設定已經不在俄羅斯和西拉伯利亞 他就去了美國達羅斯那裡 因為當時 特拉斯 當時就說有一個總統的候選人 演講 我想這裡是影射希拉莉 一四喔 是不是 一四喔 一四 因為選是一六的嘛 但是他大概開始在做競選那些 初選那些 不知道 總之就是我女人 是不是 白人女人 不是希拉莉還有誰 但是就被人行刺了 然後他就出手救了他 而他其實呢 你以為他去了現代的世界 其實他不斷是會影響他 會回憶他當日在俄羅斯發生什麼事 就是說其實古代的故事還是繼續 但是因為多了現代這個元素 你就開始會再有更多的 更多的考究 究竟他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的J在那裡 就是你會想這樣的行為 但是原來後來他會找到 告訴你下一張 他除了可以用身體去碰一碰人 去幫人起死回生之餘 原來他還有一個能力就是 將身邊他看到那些鬼魂 吸回那些鬼魂 令到自己起死回生 因為其中他回憶當中有一段故事就是 就是當俄羅斯發生內戰的時候 內戰的期間 應該不是內戰 應該是那時候應該是 在打日俄戰爭的時間 那段時間 其中有很多 因為他也負責去戰場監督 就是因為他有那個叫做 僑靈的功效 就是他可以幫人治癒 幫人起死回生 但是裏面有些俄羅斯的官員 就說其實這樣不行 因為有很多人已經在反沙皇 就是說他無能 而且如果你把羅斯發生在那裡 那場戰爭就打不完 我們上場的士兵 只會有更多的生靈淘汰 所以他就想行 那時候已經有人想行刺Raspatine 就向他腦開了一槍 就是因為他那個很可愛的鬼 鬼BB 就是那個小孩 就不想Raspatine死 他就用鬼的靈魂 去見回Raspatine Raspatine就復活了 但是鬼的BB 日本是靈魂 是靈魂 是侮辱身 當Raspatine叫做回生了之後 而他借助那個靈魂 那個靈魂 他會變回真身 一個屍體躺在那裡 但是已經是死了 一件死物 就是還了楊大死 是的 還了楊就是死的 其實那個畫面 你想想 其實有些逆向的降現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 而且他說過 總之有些東西不是變有的 你要等價交換 要還的 所以就解釋到 為什麼 為什麼他沒有死 很多鬼魂救了他 就是因為他當日被人行刺 被人丟到河裡 他就看到他父親的鬼魂 然後他父親就救了他 其實嚴格不是他父親救 我想他父親沒有辦法 因為他看到他父親的鬼魂 我就用你的鬼魂來吸 而因為用了他父親的鬼魂 那Raspatine當然沒事 他趕快起來就離開 在河裡浮起來 那條浮屍 就是他父親的屍 而他父親是肥屍 一個很肥的肥屍 而那些人看到 又是滿面糊塑 又是躺在河裡 脹漿漿 這個還不是Raspatine 每個人都說Raspatine死了 即是說 那條浮屍是他父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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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 先回來 這個就是他其中 當中有些事情 你初初以為想不通 但你想一想 但其實 首先 我喜歡看這個作品 就是一來你可以用另一個角度 來看回Raspatine這個故事 另外就是他作為一個叫做 很天馬行空的創作 但他又不離到本質 因為如果有時候 你所謂的天馬行空 就去到Hellboy Raspatine就變了一個 那個江頭的胡蘇佬 就去推啟地獄門 然後放Hellboy出來 Raspatine本身在Hellboy的宇宙裏 都不是交得那麼清楚 就不像這個作品 而且本身這個作品 本身Raspatine 如果你拿這個元素來做一個題材 其實是不錯 因為其實他的神秘感太重 是的 他的神秘感重 以及他的傳奇感重 是的 他的傳奇感重 而去到中段尾段 你說變了去現代的故事 其實很重 這個Interview with Grandpa的感覺 是的 這個吸血迷情 吸血迷情 當時阿畢比特 就是被人訪問 是 即是說是現代被人訪問 然後他說回古代的事情 其實因為現在去到後來的五期 其實就是有一個黑人的女記者 就是訪問Raspatine 就是覺得有錢仔要訪問他 因為他說他在翻查報館的圖片 就看到很多歷史的珍貴片段 就有他出現 包括甘乃迪刺殺的時候他都在 即是他有份 不知道有份想救甘乃迪 總之他就開始訪問究竟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但是Raspatine 最後寫了一句很圓妙 即是他看到生死 他看到輪迴 即是生則是死死即是生 其實很閃 這個就是一個作品 這個作品本身有原意的元素 有你追看之後的故事的元素 就是Raspatine 死不去 嗯 報仇 摔倒他之前摔倒那些人 但是那裡很緊張 因為Raspatine被人摔倒了很多次 因為他身邊很多鬼魂 每死都被人射一槍 他就吸那個鬼魂 那段是很刺激的 還有呢 有講到末代沙皇 原早版John Rick 邪靈版John Rick 邪靈版John Rick 邪靈版John Rick 不像啊 如果你真的要做 我想找齊奧麗維斯做都像 真的 堅抽 說真的 但是去到尾 有一段 為什麼他要去美國 就是說沙皇的時候 被一幫革命黨去圍攻 那沙皇就知道是保不住的 但是他兩個兒子和女兒 兩個很小的 很可愛 就說 他說他想救那兩個小孩 就叫Raspatine你帶這兩個小孩走 那Raspatine帶了兩個小孩 終於離開了 還有那個法國將軍就安排他 送他坐著大陽輪 就去了美國那裏 那這些故事呢 其實他一來有他的傳奇性 亦都有他的那個 他的故事真的寫到一個好的故事出來 真的一個故事 不是一個很強硬 不是一個很用文字對白去堆砌 他真的看出來 還有一點點東西可以跟著書 是的 我不敢說是熟書 但是可以跟著 可以跟著的 可以跟著的 還有那個作者 阿利桑德 他說得很好笑 說為什麼會創作Raspatine呢 就源於因為他小時候 中學的時候 初中的時候 他在公眾遊泳池 浸了 浸了 就暗了 休克了 以為自己死 是 誰知道下一秒 睜大眼看到一個很漂亮的美女 幫他做CPR 哈哈 有福啊 但是他說 很遺憾地 對著這麼漂亮的美女 他自己做完CPR 他吐了一瓶水 就吐在那個美女的臉上 哈哈 我想想這段 你死來幹什麼 但是他就說 他自己對於死亡的過程 他不害怕 因為他經歷過 他接觸過 但他仍然懼怕死亡 他就很迷戀Raspatine的故事 嗯 他也很想去創作任何的Raspatine的故事 但是他說 他中學的時候已經開始寫了一段故事 啊 但是就說 那時候如果你說 你計算時間 如果中學應該是九十年代的時候 是 九十年代 你寫Raspatine這樣寫一個故事 死定了 那時候慢慢葉邊會容許 有一些這樣的故事 不是 他寫了 他寫了草稿 然後慢慢調整 就是好像James Gunn寫Picemaker的時候 其實DZ裡面沒有Butterfly 這個Story Arc 沒有這個故事編 是他自己加了這個元素 他自己有說的 他中學寫的那些稿 他不敢交出去 直到後期 即是機緣巧合 因為他也在創作Proof的時期間 就認識到Riley 是 是 也都 Image Image 有時候會 有些人問他 有沒有有沒有一些新的作品 去交 他就交了Raspatine 順理成章就出了十期的書 是 算是這樣的 十期 算是這樣的 還有好不好買呢 其實如果你純粹以一個銷路來計 他未必說真的很好 因為始終這些作品不會力谷的 嗯 Image不會花太多的錢幫你去做宣傳 嗯 這個真的 甚至乎他自己本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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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哈恩 其實他也沒有什麼說過 如果不是我那天 貪慣走了去漫畫店 看看Thomas Farrand 或者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原來他已經發展了新角色出來 因為呢 嗯 Image的 Image的 那個定位 是 Image的定位 其實就是 很casual 總之你有書就交 是 我不會跟你印得多 不過賣多少就只有多少 賣完幫你拆這樣 那老闆基本上就說我現在只是出玩具 我是Toys 他九十年代 他九十年代已經用了玩具來起家 是 他已經 他已經 預兆到漫畫 是會萎縮的 嗯 所以他一早 老闆 托麥法蓮一早已經玩玩具 用玩具來去養住這間公司 是 最近又出了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變了 Image 他的書的水準是有的 但是他不會 他不會說 佔有到一個市場 很大的市場 嗯 那變了你們大家 如果我們去漫畫店去看 其實很多時候 在書架那裡 就會被Marvel和DC的書覆蓋了 嗯 Image的書可能擺在一些 叫做 不是很起眼的位置 那大家就可能錯過 假尾 錯過了一些好東西 那譬如 2015年 就是有一本這麼正的 這麼正的 Raspbian Raspbian 如果我們訂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下一節會說 不過是 多給你一點點彩蛋 是 就是我們想完結 這一節之前 OK 其實呢 有關Raspbian 其實香港的文化已經有很久了 剛剛我們70年代 剛剛已經有首歌 我們剛剛唱的 YouTube看不到 是 是 你嘗試找青春斗 哈哈哈哈 我們休息一會 下節 我們休息一會 下節回來